遠景巡邏發現可疑車輛 立刻上前盤查 這台車誰的 這台啊 我媽媽 這台車現在牌照是註銷的 因為駕駛說辭反覆 警方趕緊要他交出證件 核對身分 不過卻意外發現車內有失動人口 他現在已經出發了 他已經再回去 他們綁架幾個月 對 最近關了我一個月 好不容易逮到時機 被害女子趕緊向警方求助 因為自己已經被詐騙集團囚禁 將近一個月 原來嫌犯透過網路社群軟體 刊登求職信息 以工時小高時薪等話術 又騙民眾上工 等到被害人前往面試地點 立刻將他們身上的財務及證件 洗劫一空 作為人頭帳戶 甚至還限制自由沒收手機 類似案件發生在高雄 警方貨報一對情侶 要前往柬埔寨度假打工 就怕又是遇到詐騙 趕緊上前勸說 想要去國外掏金 就可能就有被騙錢毆打 此間員警不停搜尋 類似陷阱要被害人提高警覺 他們這才恍然大悟 我只是在警察 我當警察來 我跟警察來訪庭 說我以現場再講的 才能發出一萬二十九 好在親友機警 透過警方及時把情侶攔下來 才沒讓他們搭機出國 淪為詐騙集團的飛揚 繼續回來 信仰廉凱旭 李茵青 採訪報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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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